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楼盘 它们有很多共通点 一个是大家都在Burnaby 而且是两个重点发展的town center的位置 一个Burnwood,一个是Lowheat 同一个发展商Shape去建 除此之外,它们在镇最黄金的位置 因为分别在Lowheat和Burnwood SkyTrain站的旁边 然后有个Mall 亦是一个大型的发展项目 不是一、两栋楼 规模至少有七、八栋楼,甚至到十八、二十栋楼 现在我们先看看The City of Lowheat 这个楼盘 我就在Sell Center里面 现在大家看到后面这个模型 会综合了现在现有发展的Face 1 以及它之后整个Master Plan的一个规模 说回方向,我后面是向北 这一条是North Road 大家看到有两条轨道 即是天桥,都是SkyTrain 这边向南 Lowheat 这个位置的特点就是它有SkyTrain 而这个SkyTrain站其实是两条线的交汇点 一条线就是千禧线 千禧线的话 它可以去到高桂林当中 亦都可以向Burnwood方向 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去到Burnwood 然后一路过去就去到Dantown 另外一条是Expo Line 你搭Expo Line的话 可以去到Surie最后的总站 King George 你都可以向Metrotown方向 最后都可以去到Dantown的方向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方便的SkyTrain站 综合了两条线的交汇点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整个发展项目 它是一个Master Plan 不是一次过全都建了这么多栋楼 需要时间慢慢去建议 大家看到白色那四栋 其实已经在建的楼盘 会在2023年左右全部落成 它是属于第一期的项目 稍后会介绍一下 它有什么单位和它的show home 另外后面这些透明的位置 就是它未来会建出来的所有楼 现在数到总共18栋 然后大家看到比较矮的 尤其中间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现有的Low Hit Mall 这个Mall的感觉相对会是旧的 Supermarket 有的Bare 全部都有的Mall 在里面有Food Court 但是这个Mall 甚至这个Mall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整块地 这个位置 Ostern Road 开始以北这一边 全部都是属于发展商的形状 包括Mall 所以未来这个Mall 都会有更新 Renovation 或者是 Upgrade 等一下会看看效果图 现在还未动工 暂时未知何时动工 但以后它的效果会是怎样呢 我们会和大家去看看 Amazing Brand Wood 因为Amazing Brand Wood 它的项目和这个 其实很相似 但是有些不同 那边的话 它已经进行中 亦都已经部分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改造 虽然两个不同的项目 不可以说一模一样 但是参考现在 起好Amazing Brand Wood的感觉 其实之前和大家分享 我有个Resale片 也有和大家走过一下 不停以中央广场的位置 那两个项目 都是同一个发展商去做的 所以感觉会很相似 都是那个idea 就是发展商 希望将整个社区 建立出来 会拥有它自己的Mall 也是将来是很Upgrade的Mall 而且它会有自己的公园 有自己的马路 整个社区是属于自己的 也都占据了比较黄金的位置 这条是North Road 上面向北 我们现在就在下面这里 Skytrain站就是这边 这一条就是Austin Avenue 由这一边开始向上 就是发展商 拥有的整块地皮 现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其实已经是现有兴建的四栋楼 1 2 3 4 这两栋是矮一点的 30层和37层 它们会是Rental Building 然后Tower 1和Tower 2 会是住宅用地 就是住宅的楼宇 也都建立 2023年就会建立 Tower 1 55层楼高 而Tower 2 48层楼高 它们是属于第一期的 这边Ming Boulevard 和Austin Avenue 这边都会是发展商 跟着这个项目 去慢慢建立它 让大家住在这两栋楼 的人都可以很容易 可以进入到这个Mall 这个就是现有的Low Hit Mall 下一期会是什么时候 就不是现在了 有时间了 至少一年两年之后 应该会由这边开始发展 因为发展商的想法 是希望尽量可以 变利到大家的生活 所以它才会把Austin Avenue 这边整好 让大家住在这个地方 可以容易去Skytrain 可以去Skytrain站 以及去Mall方便 之后再向内缘 和向北边发展 这边这些蓝色一块 全都是Future会建的楼 但未确定是哪一栋楼 樓层是多少 暂时未知 所以说回Mall 将来当翻身计划 启动后 效果图就会是 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些位置 它就会根据大家看到这些效果图 这样去建设出来的 这个想法是做一些室内外融合的空间 多一些绿化的空间 这个会是想像的Food Court 看出去就是一个花园 或者是公园的位置 然后里面的房间的中间 有室内室内的high street的感觉 有很多餐厅和绿化地 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像Richmond Center 因为Richmond Center 同一个发展上都是形式的 所以那些感觉是很像 都是比较modern的感觉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一个比较近似的实物 拿个感觉的话 其实可以去Amazing Brand Wood的摩托 因为同一个发展商已经完成了部分的改造 稍后会和大家过去那边实地看一看 那个盘的话应该是 Amazing Brand Wood会说是 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 开始可以preview 之后就发售 我们稍后再重点说 这是Phase One的四栋楼的模型 方向的话我前面是北边 外面这一条是North Road 这两栋是借贴的 这里是Austin Road Sky Trinsam大概是这个位置 它过了马路 对面就是Low Hit Mall Tower Two是前面这一栋 它是楼高48层 后面就是Tower One 楼高55层 这些都是纯住宅的 没有借贴的 侧面也会有一些写字楼 餐厅 食股 那些小商铺的位置 大家会看到下面这一部分 区所设施主要都会分布在这一层 这个洞就是入车位 即是Parking Lod 就是进去的 Parking总共有八层 但其实有两层是地面 下面地底还有六层 这些Street Front 都会有不同的小商铺 这些是写字楼 这里已经是Tower One 再来到后面 这一条也是它的来源街 因为它的后面 都会继续是同一个发展商的用地 将来再起楼 下一期就不会是搞这边 刚才跟大家分享 下一期会是搞前面Off-Gym Road 这个可能会是房间最后的 大家会看到 它本身这一期里 周围都有很多绿化地 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公园 这边大家会看到 都会有入车位 这边就不是入parking 这边纯粹就是入去 好像Drop-off 因为Grand Lobby 这两栋楼都会属于这个级 Nord floor进去 前面这里是Lobby 那栋楼的位置是Lobby 中间这些都是一些 common space 可以大家在逛逛逛逛逛逛逛 其实因为这个楼本 都不是今天开卖 都有一段时间 所以剩下的单位 其实数量很有限 三十几四十个 而且最近都卖得很快 因为剩下不多 主要都是不同类型的两房 发展商都会有一些 不定时的优惠 例如Deposit Structure 可以谈谈 或者有些Discount 是Tower 2的C1 它其实是这个角落 西北角这个角落 比较喜欢这个楼本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会看到这两栋楼 虽然Tower 1在它的北边 但它是向西多一点 所以变成了这个角落 虽然有机会看到前面的栋楼 但会起码好一点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楼本的原因 当然它的选择不是很多 现在都会是比较高层的选择 我举一个例子 之前有一个Inventory 就是43楼 它原价是97万 现在有6万元 一定得到的Discount 所以它是91万左右 但那个单位有机会已经卖了 但我记得它还有其他的 有兴趣朋友可以问我 看看能否得到多少些Discount 这个Plan的重点就是主人套房在这里 有一个大的walk-in closet 另外第二屋也是一个套房 它的洗手间有两道门 可以去睡房也可以出客厅 有一个L-shaped的厨房 有Island位也有饭厅位 这边是corner sliding door出了Wrap-around的balcony 也可以进入主人房 这个积极总共是826尺 刚才说了减了Discount 就90万左右 L-shaped的厨房 电器package也会是Bosch的组合 尺寸是两房三房一房 都会是24寸的 爐头、焗炉和雪柜 是少数1100呎以上的大三房单位 才有机会可以升级到大一点的unispack 这个是Bosch的雪柜 下面是冰柜 打开门 然后有两格位桶的选择 焗炉放在入场 入了柜的形式 然后上下也是有储物空间 这个楼盘比较多用的是打开门式放东西的设计 里面这些板也是灰色的 这边其实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打开了个柜门 里面也可以再放东西 这些也是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大家会看到 它的countertop是石英里的白色 然后backsplash是铺砖的 这些白色的砖 人字型铺砖的手工 下面的升盘底也做了一个可以铺垃圾桶 放东西的柜桶 微波炉就会在下面 而其他有柜桶 也会有其他的储物空间 地板的话会是laminate的地板 这些是浅色系的地板 这边会有饭桌空间 这边就是客厅 它是corner 所以两边都有玻璃窗 外面有wrap around的露台 这跟C1的plan很接近 sliding door就会在这边 可以出去了 这样就去主人房 它的洗手间的话 它旁边也会有电键 还有usb的setting 台面是石英 下面也是普通的储物空间 有毛巾架 这个是medicine cabinet 可以打开 长身是铺砖的 现在看到三面墙有铺砖 它现在这个主人房里用了浴缸 有玻璃门可以打开 地下也是铺砖的 这个叫gray 上下的櫃面 也是浅浅灰色的颜色 这边的壁柜 到顶柜是木纹的面 地板也会比刚才深色 配合櫃面的颜色 但countertop这块的quartz 和长身的back splash 都会用白色 我们去看看洗手间的配色 它的地砖会跟地板配合 灰灰地色 但长砖 包括countertop 和下面的洗手间的柜 会用白色 大部份的unit 都会用这个gray color scheme 因为当初发展 想买这个楼盘的时候 都是这颜色比较受欢迎 所以去到某阶段 必须要截指选颜色的时候 它就设定了其他 剩下的大部份的unit 都是gray color 我现在出来的sale center 在区前连的parking lot 其实大家看到 刚才说了这么久的楼盘 就是后面这四栋楼 还有两个天秤 还继续再起高 就是tower 2和tower 1 后面大家看到 基本上天秤没了 那个就已经是 差不多就来建好 两个rental building 它的后面那里就是north row 我这边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 后面那里就是low heat mall 那现在看过去很空旷 但其实整个subject size 都是shape的 将来就是在这个位置 会陆续出现十多栋 最终at least 可能到18栋 那么多个建筑在这里 但可能落成日期 都在说十多二十年 那这几个尖顶 就是那个sky train站 low heat的sky train站 大家其实会看到 有两条轨道出来分叉 那我们现在就去另外一个project Amazing Bramwood那里 现在就其实已经来到了 Amazing Bramwood那个mall 我去了三楼 即是mall上面第三楼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南边 那一堆楼其实就是metrotown 我们刚刚由 the city of low heat那边 驾车过来就14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坐sky train 都是差不多时间的 这个mall整个development的话 都是同一个发展商shape搞的 那么它的mall就已经是建了出来 改建再加建 即是有些remodel 因为这一块大家现在看到的 其实是新制作出来的东西 它也是有一些tower包住的 那边其实就是Amazing Bramwood 本身的tower2和tower3 垂直的 所以可能重叠了 大家看不到两栋楼 其实它当初Amazing Bramwood 去做第一期 讲2015年的时候 去发售去建设这件事的时候 它就是将三个tower 一二后面做一栋 第一栋在后面 就连起前半部分 streetfront 下面的low heat streetfront的这一堆mall 就一起去做的 那这个mall其实都基本上是起好 它那个商场的 retail space的入住率 都差不多去到九成了 它的后面 这个block的后面 就是Brandwood Bolivar 那一条就已经是turn into high street 都已经有 譬如说Adidas Nike 那些入住了之后 会有更多新的商铺 那边就more fashion 还有车都可以走到 停一停都可以 然后就是东西两边 这边是东边 那边是西边 都会是不同的dining space retail space 和social lounge 这样的感觉 整个mall就做到 生活 living可以放在一起 虽然这个是Amazing Bramwood的mall 那和sundia flow heat 就会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会看到 它的设计 通常都会是比较modern 我发现现在 无论它自己的tower 建出来 还是这些shopping space 都是比较多用玻璃的元素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for the city of low heat 将来 它的mall去remodel的时候 不会是一样一样 当然 但是设计感 或者concept 都会是大概这样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继续讲 来到Amazing Bramwood 就可以讲一下这个楼盘 大家看到 它第一期就已经连了三栋楼 加上前半部分的摩器号 那未来讲的是 今年的年尾 或者明年的年初 就会开始留更多 information 它下一期 它下一期的位置 就不会是前面这边 因为前面这边 对着low heat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它会在旁边 是那一条叫做 Willington那一边 稍后会带大家去那边 实地看看 将来tower 5的size 那个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 刚刚我们整条这边 其实是cinema 这个里面 也是那个影院 影院最尽 刚才那样漂亮的位置 很高楼底 其实是影院里面的餐厅 这个商场 其实大概差不多是五层楼左右高 最高的层楼就是电影院 这里是将来开个健身 叫做Evolve 现在未开 2022年就会开 下面这边下来 后面这个ret room 其实就是娱乐的设施 打机 是rk来的 里面有很多机舖 现在少些人 刚刚开的时候 排在场上 在后面 这里有一间理发店 这里有一条glass bridge 其实在前面是大马路 新一点的商场 一路进来 它都建立了一条high street 其实 经过了这条玻璃桥之后 你就会进到food court 这个food court 就做得比较仔细 和漂亮 就没那么适合了 因为有时候我见加拿大很多商场 甚至是Magic Town 那些food court 都比较脆的 这个就modern很多了 主要都是用黑色 木色 和大自然绿草的元素 我跟大家终一圈 看看有什么餐厅食肆 买热狗 即不同的快餐类 接着这里有个咖啡店之类 叫做soon coffee 又买一些蛋糕 小蛋糕 比较漂亮的杯子 然后大家见到两边都是 一些可以坐下吃东西 其实现在未到晚饭时间 现在还说到三四点 这个是未开出来 到日本餐厅 我们这里也进去 又去到这一边 这边全部是未建好 里面还有一个corner可以吃东西 有bubble waffle 有这些类似泰式的餐厅 这里就是饮品多了 巧克力 茶 不同的 珍珠奶茶之类的东西 接着出来 就有些功夫面 不同的面 还有披萨 这边也有一些日本的 roar bowl的餐厅 基本上也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只逛了一半 前面那边还有些餐厅 这边就是比较新的food court 大家就会来到这个位置 就会看到有个分隔 这些灰白色是新款的地砖 到这边突然变成了黄色 其实这就是以前的brown wood 它没有拆的 发展商是去planning这个redevelopment的时候 他就不想全部拆掉 令到住在这三栋楼 或者周边的人 立即没有一个大商场 所以它尽量融合 大家看到后面是新的 这边就是旧的 其实这个位置是以前的food court 未来的发展就是慢慢慢慢的 大家就会连这些都不见了 就会再upgrade 就像我们刚才走其他商场的位置 主要都是可能玻璃房 然后多一些新的shops 更新的 我们现在就向high street的方向走 后面就是central area 噴水池那里 一类有条路 经过什么H&M Sephora 这里就是ground flora street front 两边可以拍一拍车 也可以走人 前面就是新的mall 后面这一部分 它就已经翻新了旧mall的 portion 所以大家看到外观就很modern了 大部份都是glass glass和一些砖 其实上面那间是town hand 下面是urban outfitters Vena上面的glass bridge 刚刚看到 这里Adidas 前面还会有铺 楼上是我们刚刚走过的food court 之后都会再延伸 我们来到这里就会看到 它整个project的第一栋tower 这栋上面就是4510halifax 这一栋是Halifax 它就是整个project的第一栋楼 现在来的发展商shake 就会推出下一期 时间大概是今年的年尾 或者是明年的年初 现在这个阶段 还未能去到show home看 它还在做一些更新 和登记阶段 它大概的下一栋楼会在哪里呢 这个是tower one 它会在它的正北方 是tower five 它就在前面北边 就是停车场这个位置 我们的主要focus 都会是说 未来是那个位的tower five 除了一二三座之外 这个项目都会陆续建计其他高楼 第四座是出租 第五座 以及后面的第六座之后会发售 接着红圈位置 都会继续有三四座的建筑 它们会是矮一点的 而Amazing Brandwood 这个项目之外 其实在Brandwood这个范围 无论向东边 或南边西边 其实都会陆续有其他项目落成的 售楼中心 其实就会在这个mall的位置 大家看到现在其实是拉签币 因为它仍在准备着 model home 去升级 以前里面的show home 就是tower one two three 都是很多年前的規格 所以未来新的一期 很多东西都会不同 包括里面用的电器 以前是两房三房 可能都是24寸的路头 现在会是30寸 还有牌子我偷看到是mina 如果有什么新的资料 譬如show home 可以ready 什么时候可以去看 或者是出了一些feature plan 或者是整体的planning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我的link 去carryquite.com slashamazingbrandwood 我上面就会有条link 给大家去填你的info 你有兴趣 你会告诉我 有些什么就立刻可以传给你 或者如果你是居住 有朋友 或者你可以自己来看show home 都可以立刻安排到你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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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